不要天天再说别的国家福利好了 我们国家给我们发的钱呀 你压根都不去领 还有那些免费的体检呀 免费的HPV疫苗呀 你也不去申请 那有什么可说的 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哈 那是下面这几个 大部分人都能用得上的 国家隐藏福利 一定要知道 第一 国家可以帮你报销技能培训班的钱 可报销的课程超级多哈 什么营养师呀 咖啡师呀 化妆师呀 烘焙师呀 等等等等 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你在师 形象设计师 不仅可以免费学还可以拿到证书 咱有事没事哈 多说点技能 多提高工作能力 说不定就能实现收入翻倍了呢 这个是全国都有的哈 但是每个地方的政策都有点不一样 你最好就是打电话给当地的人社局去问 就可以了 第二 免费的乳腺癌 宫颈癌筛查 这个是女性最重要的两癌筛查了 如果你是男性在看这个视频哈 一定要转发给你的老婆和妈妈 这两个筛查 如果你直接去医院做的话 是要花几百块的 但是在月苗这个地方约呢 就是免费的 第三个说到癌症哈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其实地方政府也有自己合作的商业保险 叫惠民保 比市面上的保险要便宜很多 一年交几十块 最高能报销上百万 最重要的是他不限年龄 就算有病了也可以投保 这可是市面上任何一款商业保险都做不到的 年轻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投 但是家里有老人的 那就是不投白不投呀 除此之外 有一个男女都能用得上的提检 也是免费的 那就是婚检和孕检 不要再花个一两千去提检了 国家都帮你包了 这个政策哈 也是打电话给你们的社区政务中心去问就可以了 其他的还有什么失业补贴压 租房补贴压等等 实在是太多了 我都说不过来 挤压起来至少也能领个几千几万的了 你们自己去查吧